5月14日,刘善德怀着满满的兴奋感,从泰安来到了东莞,由于路途遥远,他到达时已经是晚上,没想到老师和老师助理这么体贴,助理还等我到深夜11点多。 他这一次南下,是来参加逍遥遁甲的茅山奇门法术面授班,而半个多月前他才刚刚认识逍遥遁甲,我在网上听过老师的一些公开课,觉得老师讲得很好,就直接决定来参加面授班了。 逍遥遁甲此次的面授班,共有50多名学员,面授内容主要包括开坛、符法、修心等,以原光术和原成功的开发及用法为重点。 现场为学员们加持开篇幕,在四天三夜的面授过程中,他常请学员们吃饭,关心他们的出行和住宿问题,甚至为部分学员提供路费,降低学费。 5月20日,学员们在离别之际,纷纷表达了对逍遥遁甲的感激与不舍,甚至主动磕头拜师,痛哭难舍,自2016年以来,一些贪图利益之人,在网上公然售卖逍遥遁甲的独家教学视频和文字资料,导致逍遥遁甲的独家内容在网上纷纷曝光,这一点令逍遥遁甲颇为头疼。 他说,占卜和法术是需要师门传承的,凡是我的学员,我都会为他们取亏名,还为他们去导冠里上表,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占卜和施展法术的时候有庇佑。 不是我学员的人,的确可以学习占卜和法术,但会对他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不良影响,在声明渐起的同时,还怕有大偏执,一语诋毁声,给逍遥遁甲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 我现在只想保持好正心的状态,一直以来都是一颗博爱之心,让我坚持到现在,逍遥遁甲谈起这两年的经历感慨到,帮助他人趋及避凶,传承我的玄学知识,让更多的人去传递更多的爱。 他还将面兽的大部分学费,都捐给了贫困山区和残疾人士,不为名利,只为身体力行这种大爱精神,这次的面兽让逍遥顿甲疲惫不堪。 大号原神,听说有学员参加完面兽班,并在实战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后,他大感欣慰,决定继续全身心投入到新书的撰写当中。 据说这本新书将在7月完成,相较2016年完成并出版的《茅山奇门秘籍》,新增了许多绝密和实战。